昨天晚上 很多人回家 還沒回家 但他們回家 最多人從房子開到這裡 週一 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 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等官員一起 來到以色列南部卡法阿扎社區 10月7號 這裡的集體農莊遭到哈馬斯襲擊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 還給馬斯克砍了嬰兒車裡散落的子彈壳 卡法阿扎是遭到哈馬斯武裝分子襲擊的 20多個村人之一 有數十名平民被綁架到袈裟 現在還可以看到天花板上秘密麻麻的彈孔 馬斯克用手機拍下了遭哈馬斯破壞的現場情況 參觀結束後 內塔尼亞胡和馬斯克在X平臺發佈了兩人會談的錄音 馬斯克發文說 事實勝於雄辯 以色列總統埃薩克·赫爾佐格 還給馬斯克放了紀錄10月7號 哈馬斯暴行的錄像 兩人商討了如何在社交媒體平臺X上 制止反猶太主義的言論 最近 X平臺因為沒能打擊以哈戰爭期間的虛假信息 和仇恨言論受到批評 同時 有關在加沙使用SpaceX星鏈問題 雙方達成協議 以色列通訊部長史洛莫·卡西周一宣布 根據協議 星鏈衛星裝置只能在以色列通訊部批准的情況下 在以色列運營 包括加沙地區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 榮譽綜合報導 自然之間的資訊 更多是 自然而非 從我甚至於 從我都不接觸 副平臺 從我都不接觸